Hello,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锐记 0726期 大星一日有调整 恒指, 怎么看呢? 我是主角公司, 莱雪 好了, 我们今期的卫仪仍在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份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亦和今期主体有关 我们知道昨天港股大升了700多点 之后今天好像有透了一口气 那即将下来的趋势是如何呢? 今期的卫仪仪仪仪去分析 第三个部份依然是个股分析 有同问到阿里巴巴, 腾讯控股, 中国联通 以及两个美股分别是AMC和英卫达 那这些个股为何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卫仪仪仪仪去详细计带下 OK 在继续分析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学 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你记得YouTube这个频道 按下订阅 订阅之后再按下这个黑色的小铃 才能够时刻收得到我最新教学 好吧 最后的正题 首先我们回顾前两天 也就是周一和周二的一个港股提示 通过周一的提示 是太淡 红飘带呢 就对表太好 那它一般变窄的时候 就像这些位置 大家看到 它会变转颜色 那这种情况 大家要关注一点 就是 绿飘带只要 将下来的指数 不跌穿 就是说要站稳 绿飘带 下延 支持之上 那这种情况 收窄的趋势 就会不变 最终 就像这些位置 转红飘带 也就是后组 看好机会比较大跌 OK 那到周二呢 那麗塞 依然和大家提示 那当然通过周二 大家看到 指数方面是否大升 那当然 上方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这些阻力或者飘带 都是突破 那当然 我当天的时候 那其实 应该是星期一 晚上的时候 那麗塞 经常都会看 夜期 包括美股 升得 什麽程度 那其实我就看到 所以说之前一段时间 我经常跟大家说 看恒生指数 我们要看科技指数 对不对 科技指数 我们关键要看 阿里巴巴 升得 那当然要升得好 我们还要关键看 700 和3690 一直跟大家提示 那当然 那强弱 那当然 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 星期二晚上 那其实公布了很多 政策消息 所以说 星期二 那其实大家看到 星期一的晚上 期货是升至 五百多点 那当然 那麗塞有几个 旅报学员都提示 那麽塞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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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得很厉害,所以星期二的早上我发送给大家,提示大家 那果然大家看到,升了星日,升了七百几点 在周二收市的时候,这是指数方面 当时过顾的版块,大家看到 其实星期一的时候我再提示李电池 当时星期二的时候就消失了,因为李电池其实 我上一期教学周六的教学视频 都跟大家说了,很大机会跌穿红色飘带 那这个情况是转约,这是过去两天的一个早本提示 那我们再看回今天的一个开市情况 大家看到,刚才跟大家说,之前不是跟大家说 指数在这个飘带之内,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前两天基本上都是跟大家提示 绿色飘带上下延边,当时今天只提示大家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星期二收市升了一百百 升了七百几点,七百六十六点 那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个升得这么多,大家知道是因为政策加持 那内地就公布了很多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 我经常跟大家说,港股好像A股那样的政策市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外部的环境最技巧,技术分析 好吧,那我在这里提示大家 绿色飘带吹响于红色飘带 提示恒指有看好的趋势 大家看到没有?只要不跌穿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上个星期一直跟大家说的 什么位置?是不是一万九啊? 是不是? 所以来说,那其实呢 这个都是作为之后 现在的一个市场能够转好 做一个铺垫 当时我是这样提示大家的 那当然我这个提示 还要跟大家说 我内部的学员 因为他们大多数装作双重保障线 包括很多YouTube频道的 就是中室粉丝的投资者 都有问到经常测试黎sir的阻力 和支持 我看到一万九千六 附近有阻力 如果这个市场能够升 因为现在来说,大家看到 如果装作资金背离的话 大家知道 其实这两天资金有流逆的 所以黎sir判断呢 它是一个有资金 那边还有升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有继续升 阻力一万九千六 基本上是比较大的阻力 第一条是双重保障线 不过这里没有现实 等我跟大家分享 不过另外的话 黎sir判断也是谨慎一点 假设升了这么多 最跌呢 万一有个利空消息 所以来说,大家要关注 这个飘带这个下延 绝对不能够跌穿 因为飘带大家看到 飘带上下延边 都是等于阻力和支持 它不单是颜色转变 颜色是绿色 对替坦暗才说 红色对比较好 绿转红呢 买日 红转绿就沽出 接着跟大家说 所以说,如果一旦 转红色之后 市场买日的信号 就非常之大 这个指数方面 最加上大家看到KDJ 这个J参数 直上 说明呢 就是一个趋势 没有变向上 那过股的话 过股仍然和我们的一个 星期一的有一弱 因为星期二 升得上升 李电池大多数版本 都升得上升 李电池 其实K线又企稳了 红色飘带 银行汽车依然是OK的 不過汽车今天出现了沽车信号 李电池大家看到 现在是什么位置 还有大家要关注一个 就是内房股 这次呢 其实政策 大家如果有看内地新闻 包括我们香港的新闻 应该都有提起 那大家看到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 中央的 有提到 这次没有提及到炒楼 就是之前经常说 楼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次没有强调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很多银行方面 就取消了对于房地产 这些财款 那些利息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来说 李电池觉得 短期 可能大家有关注内房股 大家记住 那现在就看回技术分析 好吗 跟大家说一下 那大家看到 现在富同牛鸭 飘带都是板块 大家知道吗 汽车大家看到 今天就出现了沽车信号 那这个沽车信号 我说明现在上方遇到压力 很大机会 如果收完市 还是显示沽车的话 我说明 汽车下来可能会调整回落 所以汽车大家 看待住一下 好吧 不过来说 中长期 大家看到没有 依然是好的 中期 周线 大家看到没有 很漂亮 那银行股那些 不用说了 那现在 股市其实呢 我李Sir判断 现在开始低运慢慢反大 有些银行股 大机构 保险加持 是非常之好 还有 李电池 大家看到没有 李电池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跌穿了 对不对 跌穿了 其实我星期二 前半大事 和大家没有说 跌穿了 经过这个收窄 不过星期二升得比较高 又弹翻上 今天收完市 又收之阳烛 所以李电池目前 又弹翻上来 但是内房股 大家看到没有 内房股 看到没有 已经开始收窄 如果取消红色 绿色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这里有个买日信号 一般买日信号 基本上 都是向上 所以来说 一旦收窄 其实跟现在内地政策 一个加持 虽然有点慢 一般来说 不过来说 显示 未来趋势 房地产 短期 我只是说短期 首先看日线图 快转红色 周线图 大家看到明月线图 很快方面跟大家提示 好吧 那说完了 我们今天的早盘提示 重点要大家注意一点 那我们再看今天开市情况 今天 那其实呢 今天呢 相对昨天就没得比 因为大升了766点之后 现在又好像 吐一口气回落 那今天呢 虚盘呢 是19,340 很明显呢 就低虚的 是不是 低虚了成90点 那当然其实呢 上周还是比较强的 大家看到没有 上周时间 到了中午下午之后呢 那其实这里 一字是弱 不过尾盘的时候 拉升了 整体呢 那其实来说 就是低去低走 跌得不多 那这个跌得不多 是不是说明 上升就力度不够呢 还是属于一个调整呢 你和我问 所以说 乃水观点呢 调整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来说 有资金流入 为什么呢 那就和大家详细分析 最结合外部环境 好吧 首先分析恒生指数 乃水的思路 国际形势政策最佳技术分析 那当然 自从去年 乃水教学刚刚开始 新频道 那其实很多学员 包括投资者粉丝 其实不认可乃水的政策史 那现在大家看到 那其实港股 确实 其实越来越似A股的政策史 有些政策就拉动起了 那技术分析 大家大家不要忽略 因为技术分析 只要外部环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技术分析 都能够达到七成以上 七成以上的准确 好吧 这就是乃水和大家说的一个思路 那这一政策 大家看到 乃水为什么觉得 现在可以预测 八月都是比较好 不过今天呢 大家要记住 今晚来说 有个加息 美联储加息 很大可能性 这一两天 最加上现在月底 即是期指结算 那本来是趋向上的 乃水判断 不过很难受加息影响 可能会受很大影响 那大家要关注哪些的话 等待乃水 现在分析恒指的时候 和大家说 好吧 那乃水经常和大家说 分析恒指 它不能够突善其身 那它会受美股和A股的影响 这个对表美中两个国家 全世界最有钱的两个国家 对不对 那大多数 杜瓊斯指数 那很多 就是 很多外部都有分析 勒斯达克 不过黎叔比较喜欢 分析杜瓊斯指数 杜瓊斯指数 杜瓊斯指数 其实呢 大家见到收到很多料 都说 升了12日 依然还是没有回落 不过杜瓊斯指数 确实 有些似好像回光反映 因为它现在的经济 不能够支撑过这个股市 黎叔是这么看的 这个黎叔自个人观点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连续5日 进入超买 在这个开始调整一下 那现在大家见到没有 进入了超买 那昨天的话 晚上 有脱离超买区 不过黎叔觉得 现在脱离超买区 最多少少回落 不会大跌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长远一点 看红色飘带 看到没有 周线图 太远一点 只不过它遇到双重保险线 第一条线 有个阻力 然后呢 会回落到正常 如果回落大跌 最多买一千多点 大家见到没有 34234 232 我就算它34 或者300 因为飘带始终会向上 就是这个位置 最多回落 不过目前很难 因为现在 现在呢 KDJ这里还有了超买区 说明呢 起码来说 高位会调整 不会跌到太多 道瓶斯指数 日线图 最多是回落少少少 这个乃叔和大家说 道瓶斯指数 那我再看回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其实大家见到没有 现在呢 这个绿色飘带 很大机会 因为徐色飘带 大家见到没有 下方那么大列口 那说明呢 它大跌没有什么可能 最加上这个绿色飘带 是收集了 另外的话 现在目前来说 上证指数 从未来吹噬 依然还有阻力 那么这个飘带 未来吹噬 能不能突破呢 那么关键 我经常和大家说 股市升地 是否和资金有关 对不对 那么我看回 打开通达讯的上证指数 大家看看周先图 周先图 这里呢 大家见到没有 已经有资金日常了 那位置呢 很大机会 大跌多少 就是 是不是3,240 很大机会 很压突破 那么最好呢 今个星期收完市 这里还穿红灯 那么突破机会 肯定没有大压 那么再看回日线图 日线图 大家见到没有 那其实恒生指数 和上证指数 基本上差不多同步 他都现在都是穿着两个红灯 那面红灯呢 就资金流日 那面他即将下来 回落 大跌就没什么可能 起码来说 是这个绿色飘带在这里 3212 这里能够站稳 等他转红色飘带 就像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转红色飘带 那他就看好了 所以说目前 上证指数 大家见到没有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那当然 这一排呢 我都看回恒生指数 那我们再看回恒生科技指数 恒生科技指数 目前来说 依然在比较强 大家见到没有 所以说 他能够 拖动恒生指数 依然在向上 就是乃sir觉得 现在目前来说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形势 那两大指数 我们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知道 杜瓊斯指数 又少回落 少回落 不受影响 那上证指数 依然是一个比较强跌 转强 开始转强 那么恒子呢 是不是都一样 跟他一样 强者越强 跟着的比较强的人 自己都会比较强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回恒生指数 本身的情况 恒子 周线图 周线图 大家见到没有 我一直跟大家说 之前周六 我都跟大家说 画了线 这个恒子 在上面跟大家说 基本上 很难跌穿 因为这里有一个商贷结构 这个基本上 就是底部 好吧 底部 底部有时跌穿比较多 正常 因为环境不好的时候 跌得比较多 那么基本上 消化了消息了之后 就弹回上 那么有同学问到 这里为什么不正常 我和大家解释 战争疫情 那时这个位置 是非常之 就是说 无论战争和疫情 都会比较严重一点 当时跌得比较多 最后仍然反弹上去 那么当然这里 最关键我和大家提示 其实 那么其实资金背离 除了这个红灯 绿灯 对表资金流日流出 那么其实 如果根据蓝水教学的 国家投资者 包括特别是旧频道 的投资者 那么应该知道 其实资金背离 它还有一个 顶背离 或者底背离的意思 大家见到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其实呢 怎么看呢 这个 这个位置是否最低 那么其实到这里 其实有少少的价位 升高 那么其实蓝水判断 目前这个 是个底背离 香港很多同学都说 叫底背离 其实说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 不同的一个地方 说法是不一样 底背离 说明什么事呢 说明即将下来 这里就拉升 为什么呢 因为蓝水判断 本周如果这个红灯 就一直着着 即将下来 因为我们八月呢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说 八月会好 因为就算今晚 加息 讲了加息 最多25几点 因为目前来说 现在加息 基本上大家 投资者各个机构 已经麻木 习惯了 所以来说最多 就是影响 如果升 最多不升 或者再调整少少 这样再拉上 就是蓝水判断了 所以来说 那些内房股 对不对 那些政策慢慢落下 八月 最加上现在技术指标 都显示向上 现在预告八月 是比较好的一个行程 OK 这个就是蓝水和周线图 未来看回 OK 那看 集中下来 几天呢 周四周五 或者下个星期 一月底 还有三个交易 怎么看呢 目前大家看到 日线图 日线图 就看短期 买卖 部署短期 对不对 目前来说 今天呢 其实呢 跌就没怎么跌 不过呢 现在去迟 这里 明天肯定很大机会 除非跌 除非明天收支大阴烛 跌穿了这里 这个特殊 基本上没什么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资金流日 政策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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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有资金流日 怎样都不会跌穿 好吧 再加上 穿红色飘带 说明什么 市行自由 买入信号 市场又开始中断期 好了 好吧 这个是和大家说的 最佳上 刚才和大家说 顶背离 周线图 已经 基本上能够 确认底部 对不对 最佳上 KDJ 现在又接近超卖区 将近100 再看外怀因素 有没有影响恒指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看看 刚才和大家说 恒生指数科技股 之前和大家说恒指 我们要看恒生指数科技股 恒生指数科技股 短期要回落 大跌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这个列口和这个 是不是 红色飘带重跌 那名支持非常之大 最加上外汇 外汇 大家看到没有 我之前和大家说 美元指数这里是收音足 收音足 那明明会回落 不过在回落当中 他碰到这个绿色飘带 因为之前这个突破了 这个阻力就变成支持 所以说他就算 即将来回落 可能这里就有弹一点点 反转来 那明现在恒指 升要调整 调整 调整呢 都是一个小调整 对不对 最通过美元人民币 人民币大家看到没有 人民币现在 红色飘带 开始反大 那之前和大家开玩笑 有女部学员问 同乃瑞哥 乃瑞哥 人民币反大是有利于 你 讲货 一来说市场转好 那大家比较多人问你 这些相关指标 那是开玩笑的 好吧 那这个正常 大家就是说赚到钱 那其实是否心中 比较开心点 这个正常的 所以那人民币大家看到没有 反弹了之后 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都是大动 港股的一个攀升 那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7.1 那么整体会 跌到7.0 相反来说 会不会升 不过大家今晚要关注的 就是 加息了之后 大家要看夜期 今晚的恒指夜期 这个是乃瑞哥给大家提示的 如果夜期不会跌那么多的话 那乃瑞哥判断 就是乃瑞哥跟大家说的 那月底 基本上 都是调整的佩要比较多 比较弱 因为期字结算 这个乃瑞哥跟大家说 8月呢 大家关注8月的一个趋势 8月 OK 因为乃瑞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恒生 智素分析 那么当然 恆子最近也有很多同学YouTube频道 乃叔还有一个观点 上一期不是很多同学问到 乃叔也是感福大家的 恆子还是要看恒生智座科技股 或者科网股 科网股也看阿里巴巴 如果它够强的话 大家要看回腾讯美团 今天我又跟大家讲回腾讯 等会讲过股的情况 所以来说大家都要按照一个逻辑 去关注这些权众比较大的过股 这是乃叔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如果对指数或者个股 依然还是不明白的投资者 你一样可以和这些同学 在YouTube频道上问乃叔 乃叔觉得比较多人问的 好像最近腾讯阿里巴巴 我都是教学想跟大家讲回 股市就没有绝对 乃叔都有错误的时候 所以大家去见谅 说完了指数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当然如果对于乃叔教学 这些特色指标非常感兴趣的投资者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链接 然后点击 就可以联络落到乃叔的相关服务 OK 在这个位置 大家记住 不要搞错 OK 那个个股 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阿里巴巴巴腾讯控股 中国联通 AMC 远线 因为AMC 比较少同学 不过有位同学问了几次 我都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看回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否和大家说 我记得前一两天 有位乃叔的一个非常朋友 的投资者 粉丝 跟我说 他说94元入了 那乃叔就和他说 乃叔的观点 你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所以说94元当时我觉得 相对来说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到没有 阿里巴巴目前 因为来说 他有整改 就是有比国家整改 那其实对于他利好 未来的话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未来只要站稳 什么位置 我跟大家说 86元 要站稳86元 的话 基本上 未来出生 一样看好 未来有这么看好 再看回日线图 日线图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还有这么大空间 对不对 他跌回86元 基本上很难 因为来说 红色飘带 日线图这里 最低都是90元左右 所以乃叔判断 阿里巴巴 还有好大空间上升 好大空间上升 起码能够支持着 恒生科的指数 大家见到前一排 恒指贡献最大的 是不是 我通过这里 恒生指数贡献最大 是不是阿里巴巴 有时他跌得多的时候 整体恒指都会跌 对不对 所以阿里巴巴 大家要关注 当然 除了阿里巴巴 如果恒指走得更加强 的话 是不是要看回腾讯呢 所以目前来说 阿里巴巴 都有位同学问到 在YouTube channel 我都 比较认真回复他 这位投资者 他说 阿里巴巴和腾讯 是不是可以入手 我先提示了一点 乃畢队 刚才认识 是否刚才和大家说 恒指周线图 有一个顶背成功 大家有没有aro 顯示恆子和我們的騰訊的一個走效非常之相似 大家看到沒有 差不多轉紅色飄帶 所以如果要做好 恆子要比較強的話 其實騰訊這些都要 不過他當時問阿里巴巴和騰訊誰能入手 當時我看回騰訊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相對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要做騰訊和阿里巴巴的話 我建議這位投資者應該要做騰訊和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畢竟差不多轉紅色飄帶 他已經轉紅色飄帶 只不過當時阿里巴巴我跟大家說 零九九八八 他在這個位置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你參考紅色飄帶的支持 果然說了之後 如果當時這位同學要按照紅色飄帶 其實去帶他剛剛踩到這裡 紅色飄帶88元就入貨 那麼當然其實他如果入了貨 那麼其實周二或者周三就大賺 因為你又升了那麼多 6.25%那麼高 所以說通過技術分析 其實很重要 能夠知道你什麼時候去入貨 什麼時候去出貨 比較清楚 好吧 當然再看回騰訊 大家看到騰訊 大家可以作為恒生指數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看法 那麼騰訊 現在目前賴瑞瑞觀點 他都遇到一個頂 即是底背池 未來都會入貨 因為來講他的周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都是著著紅燈 對不對 港銘如果今本周如果一日不著著著紅燈 未來 那麼這裡很大機會轉紅色 然後慢慢爬上 那麼按著如果這樣騰訊的話 包括大家再看回美團 其實美團也差不多 美團大家看到沒有 都是著著紅燈 港銘即將下來 是不是 恒生指數成份股的大股 都升得這麼厲害 那麼其實都OK的 那麼其實這陣子還除了阿里巴巴 那麼其實很多同學都問到 港股的這個7226 做恒生指數的科技指數 那麼當然也有同學 就剛才問阿里巴巴的同學 當時他就問我在哪裡 遇到阻力比較好 當時我就說如果按照雙重保現線 科技指數 你可以到5.6 當時是這個位置 不過現在升到5.7 那麼其實這位同學他就比較感濕 他說做到5.5已經夠開心 那麼如果真的賺到錢 要請奶水吃飯 那麼我也希望這位同學呢 能夠賺到錢 不過看出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還會繼續升 可能現在調整 本來今天我也認為他會繼續升 不過調整 調整不重要 美雷趨勢向上 好吧 這時候順便說回這個7226 OK 比較多同學問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都是詳細和大家解答 那麼再看762 中國連通 00762 00762 其實有位投資者 都是Youtune Channel的 這位投資者 其實都經常都會和奶水 去研究這些股票 其實挺好的 其實他就問了AMC 當時應該當晚升得比較厲害 他說6.5可否出貨 按照我的雙重報應線 我回答他 AMC比較痰化 這種升得這麼厲害 是不正常的 我就說6.25元 6.25要沽 不過這位同學 就是比較厲害 其實我覺得很多托源 經常和他們交流 我覺得很多投資者都非常厲害 其實都是不會貪6元所定 我們再看看這個AMC 大家看到沒有 AMC 其實AMC 大家看到沒有 確實這裡 我說6.25元 大家看到沒有 最高位 這裡是6.25元 有一個最高位附近的回落 所以大家看到 這個是怎麼來的 我說6.25元 是因為我看周線圖 周線圖這裡大概就是6.25元 這個附近 所以說雙重報應線 可以幫大家做到指贏 即是比較高的位置 和比較低的位置 不過現在按照麗瑞說的 確實談話一失 現在回落 昨天收完市 又出現了鼓吹信 AMC其實不正常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情況 麗瑞判斷 因為之前是沒有莊家入場 大家看到什麼 如果一下子有莊家入場 這種大多數都是機構炒作 大家一定要記住 所以我們說 莊家圖也是很重要 大家去判斷這個莊家正不正常的問題 所以現在回落 大家看到沒有 對不對 這個AMC 大家認真 所以說希望各位投資者 好像這位投資者這樣 能夠做到不太太 6元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標記是6.25元 好了 那再看回英偉達 英偉達 再看回 最後一隻 NVDA 英偉達大家看到沒有 那麗瑞判斷 基本上即將下來 趨勢還向上 不過呢 他現在就回踩了 這裏 紅色票帶收揚了 雖說資金趨勢還未 即是 資金趨勢還未更上 不過現在大家看到 今天還未開市的時候 這裏 起碼彈起來 所以英偉達 大家看到沒有 前高位480元 依然是大家的一個阻力 如果詳細一點 我打開 我是雙重報應線 有和大家分享 那再看回日線圖 那即將下來 他彈回哪裏 是不是 478萬 如果繼續彈的話 是不是 這個位 前高位 將近480元 這裏附近 英偉達 大家有操作 好吧 這個是英偉達 以上個股呢 就講到這裏 那如果不明白的 各位投資者 依然還有 我和Youtube頻道 問回賴Sir 好吧 賴Sir會解答大家的問題 下期是甚麼時間 依然和大家說 周深周六 八點到九點 沒有變化 那今期節目就說到 我下期再會 拜拜